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乱丢东西引发惨案的故事 超有钱的建货公司 正在他们位于 悲剧城的地下病毒基地中研究一种 可以当军事武器的狗死病毒 这种病毒号称可以短暂的让死者复活 但建货公司一个 一脸很中二的高层智障男 某天忽然想偷一些狗死病毒 然后卖掉赚钱自己爽 可是他不小心偷太多瓶装的狗死病毒 手提包装不下 多出一瓶 加上智障男一时想打篮球 所以他就随便的把这瓶狗死病毒抛射出去丢掉 结果瓶子掉在地上破裂 里面的狗死病毒跑了出来 然后在空气中传递 不晓得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危害 于是负责控管基地的人工智慧电脑 为了以防狗死病毒 借由空气或工作人员传染回地面 所以干脆用毒气随便堵死所有基地的工作人员 然后封锁整个地下基地 谁都别想走 接着负责在地面 看守地下病毒基地入口的洗澡洗衣伴女主角 就状况外的跟一些建货公司的武装分子 赶来基地调查情况 但没想到狗死病毒依附在活人身上 造成这个活人死掉后 会复活变成想吃人类的丧尸 导致女主角这群人一进基地就被迫跟丧尸玩 哈哈哈哈我要来吃你咯 哈哈哈哈不要吃我好妈的游戏 玩一玩一些不重要的武装分子就被丧尸吃了 一开始偷病毒的智障男 没来得及逃走也被丧尸吃了 这个状况害女主角很生气 都不先解释清楚在吃人是怎样 我可是主角耶不用先跟我解释来龙去卖吗 于是他跑来问人工智慧电脑是怎么一回事 顺利得知狗死病毒外泄的状况 还得知狗死病毒现在已经 自我进化成可以透过血液来 让被病毒感染的活人直接变成丧尸状态 好总之最后女主角一群人 当然是发现情况不是他们能解决的 所以无能为力的要逃回地面 啊逃跑的过程中不重要的武装分子 当然都被丧尸霸王硬上弓死光了 只剩女主角和一个不太重要 反正侥幸没死的路人倒霉男 一起离开地下病毒基地逃往第二集 但他们才刚逃回地面出口 就被心一波 建货公司的武装分子抓了起来 并带回悲剧城中的病毒研究大楼开始研究 为什么这两个人明明有受伤 还感染了突变的狗死病毒 却没有变狗死 哦不是啦是变丧尸 但后来建货公司又去地下病毒基地调查时 不小心让丧尸跑到地面上的悲剧城中 于是一堆丧尸开始乱吃人 被丧尸咬到的人也都变丧尸 最后整个城市都是丧尸 那建货公司总部看情况失控 就让员工先撤离悲剧城 然后派更多武装分子 把悲剧城封锁起来 打算发射小核弹 直接让悲剧城消失 接着因为研究人员都撤离 而没人看管的女主角醒来 觉得好冷 因为她没穿衣服 哦反正她找了衣服 并到大街上进行调查 得知悲剧城即将被毁灭 接着她四处乱逛 看看有没有人需要被帮助 顺便打一些丧尸啊 打的过程中 她发现自己 身体变得好猛 好粗 好硬 好强壮 跟超人一样猛啊 之后女主角救了一群 以活好多吉女为首的残存人类 并带着他们跑来抢一台 建货公司高层小魔王 用来撤离悲剧城的直升机 结果没抢好 他们就被抓了 然后小魔王也心不甘情 不愿地跳出来 帮女主角解释来容去卖说 你的细胞不可思议的 编剧逼我 我他妈才懒得跟你解释啊 不过我也把第一集的倒霉男 用特殊手法 跟他身上的狗屎病毒结合 改造成只听我命令的超丑改造人 你们现在对打一下 让我看看谁强 结果被改造的倒霉男 因为被改造的太丑 所以不想被小魔王控制的 反过来攻击建货公司的人 双方打一打后 倒霉男就战死了 小魔王也被丧尸吃了 女主角一群人则是 顺利做直升机逃去第三集 后来丧尸事件越演越烈 也全世界人都被狗屎病毒影响 都变成狗屎哦 不是啦 是变成丧尸 反生世界末日咯 而建货公司则是在他们的沙漠基地中 继续研究要怎么用狗屎病毒 跟人类完美结合 同时一直想抓女主角回来做研究 至于女主角这边 她开始自己一个人 四处逃亡 她逃的是寂寞不是命 这天她刚好逃到沙漠 还刚好看到一群难民 正在被大量的丧尸鸟攻击 于是女主角就跳出来 用她最近觉醒的超能力 火焰风暴 精准的吧 天空大量的丧尸鸟通通烧死 当主角久世爽啊 还能控制火焰 火拳爱斯斯尼 结果在建货公司沙漠基地的大魔王 就靠监测器发现了女主角这股超能量 于是打算派人去抓她 之后女主角建议难民群的首领 不当主角也很强女 带大家去一个 听说没受到丧尸攻击的安全岛避难 但女主角陪他们去的路上 却受到了大魔王派来的建货公司 发明了不好控制型丧尸的攻击 在附近看热纳于是也跑来要杀大魔王 吓得大魔王不小心被她那些 容易失控的不好控制型丧尸咬了一下 然后慌张的做直升机 逃回沙漠基地 赶快使用她自己研发的半成品解毒剂 想避免自己变丧尸 结果半成品解毒剂跟她体内 被不好控制型丧尸传染的狗死病毒 发生各种突变 所以大魔王就进化成狗死型大魔王 并在沙漠基地乱杀员工 此时女主角则是带着不当主角也很强女 那群难民跟踪大魔王的来到建货公司沙漠基地入口 发现这边有一堆丧尸但没差 大家随便开着车冲进丧尸群 不当主角也很强女 那群人也轻松抢走刚刚大魔王坐的直升机 逃去安全岛避难 至于女主角则是跑进沙漠基地 打算摧毁这里 结果她遇到狗死型大魔王 然后狗死型大魔王就被女主角干掉了 而逃去安全岛的不当主角也很强女 那群人却发现这是建货公司的陷阱 他们放风声说这边很安全 把人引来抓总之只有不当主角也很强女很强的逃走 并与随后开捡到的小飞机来查看的女主角会合 然后两人开小飞机打算寻找其他人被抓去哪 而他们飞一飞就飞到了第四集 还发现有一些人被丧尸困在一栋大楼顶楼 于是想拯救世界的女主角 当然是开飞机过来支援 看看怎么帮助这些人逃走 而这群人的首领光头王则是跟女主角说 你知道头发要怎么长比较快吗 然后又说他们也有听到广播传说 安全岛很安全 但他们发现安全岛其实是一台战船不是岛 于是一群人打算想办法过去查看 但此时尚师大军当然是又要冲进大楼里 开始乱杀一堆不重要的角色 反正谁跟主角在一起谁倒霉 最后只剩女主角跟 不当主角也很强女和人帅 所以不能死男逃来海边坐船 然后顺利来到安全岛这台战船上 却发现这里其实是建货公司的海上实验室 还发现一堆没有被感染狗死病毒的人类 被当成实验品抓了起来 接着女主角遇到战船的主人 就是我们这个建货公司的最大首领坏人界中 火最多级战斗力最强智商最高的男主角 毕竟总是要选一个比较强的角色来当男主角 男主角也不意外的解释来龙巨脉 说他已经跟女主角一样可以跟狗死病毒融合 变成超强人类但能力不太稳定 时好时坏 不过只要多吃一点正常人类就能改善 所以他才偏一堆活人来船上给他吃 好反正男主角解释完后 他就没屁用的被女主角一群人弄死了 但接着第一集被人遗忘的 大幅度进化变身成女魔王并发明了人类控制器 控制了所有建货公司的人事物 然后派了他绑来并控制 从第二集活到现在的活好多几女 带着大量武装部队 前来摧毁安全岛战船 虽然不当主角也很强女和人帅 所以不能死男逃走了 但女主角却被抓来第五集 女魔王的一个秘密基地 而女魔王则尝试控制女主角 可是没什么用 主角岂是电脑能控制的东西 而且很快的一个名为穿这样合理 妈女的特工就入侵了女魔王的基地 杀光了监狱守卫放出了女主角 再跟穿好衣服的女主角解释来容 去脉说你一定猜不到 是男主角派我来救你的哦 白马王子救公主很浪漫吧 我们这他妈是爱情故事啊 懂妈 接着男主角也用远端通讯 跳出来跟女主角说 没想到我没死吧 刚刚都跟你说我变超人了 哪可能那么容易就死啊 反正我复活了少啰唆 而现在的状况就是 身为人工智能电脑的女魔王 控制我们建货公司所有资源后 研发了变形病毒 培养了一堆变种怪物还打算消灭人类 所以现在只能救出女主角 然后靠男女主角联手 用主角光环才有机会拯救人类 之后女主角和穿这样合理 妈女随便杀了一些女魔王派来的 复制人或是上司或是变种怪物 轻松逃离女魔王基地 然后作者男主角派手下开来接应的车 打算撤退 但忽然车就被撞翻了 他们爬出来查看 发现原来是女魔王派他控制的 活好多吉女又带着人前来攻击 于是双方对打了一阵子后 女魔王的手下就死光了 女主角也打掉了 活好多吉女身上被装的控制器 让他恢复正常 最后一群人做着直升机 回到男主角组建的反抗基地 男主角也跟女主角介绍一下 现在状况是 所有人类被女魔王的部队围在反抗基地中 接着人事大战从第五集战到第六集 然后男主角就出卖人类反抗军的 使用自爆装置一次消灭了所有反抗人类 只剩无敌女主角没死的 从灰镜中爬出来 并开始寻找看看 有没有其他活人忽然 他听到奇怪的声音 把他引到一间大楼里 把他走进来查看后 人工智能电脑的女魔王忽然控制这里的电脑 并跳出来解释来龙去脉 大意就是 什么女魔王想杀光人类的事都是假的 都是建货公司的男主角自导自演 想借此把残存的人类都引来反抗基地一次杀光 而且建货公司 其实早就发明了狗死病毒的解毒剂 他们只是想等地球上普通人类 都被狗死病毒杀光后 建货公司在带领他们躲起来的几千个高层人类 回到地面上 创造新世界 一种清洗地球过多人口的方式就对了 啊建货公司的大本营 其实就在第一集的 悲剧城的地下病毒基地里 你现在只要去抢狗死病毒解毒剂 就能拯救世界了 至于为什么我要帮你 最后你就知道了 于是女主角就上路了 那拯救天下的第一步 就是先在路上遇到没死的 第四集不当主角也很枪女 和一些残存人类 然后跟他们同盟 第二步跟这些人一起丢汽油弹攻击 建货公司派来杀光残存人类的战车 和烧死一堆被引来的丧尸 然后 不重要的残存人类一就死了 第三步 带着刚刚大战没死的人 一起进攻建货公司的地下病毒基地 过程中 不重要的残存人类二 就被基地中的电风扇陷阱打烂了 不重要的残存人类三 就踩到基地中的陷阱摔死了 不重要的残存人类四 就被剧情丧尸吃掉了 只剩女主角跟一个卧底 难过关斩将的来到建货集团 地下病毒基地的总控制是 此时第三集 我们以为死掉的建货公司高层 其实是老板的大魔王 自己好心的出现 并拿出解毒剂 开始解释来龙去卖说 第三集死掉的那个大魔王 只是我的复制人而已哦 而且其实卧底男是我的卧底 你快投降吧 接着大魔王叫建货公司 另一个老板女老角过来 然后跟女主角解释说 你只是女老角的复制人 你懂吗 只是没想到你能活那么久 杀都杀不死 真的很烦耶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复制人 自杀啊 反正你赶快死一死 让我们把地球上 最后几千个普通人类杀光 这样我们建货公司的聪明高层 就能开始创造新世界了 忽然 女老角跟大魔王说 我一直不同意你 这种消灭普通人类 重建新世界的计划 很不道德耶 所以其实是我找机会 偷偷安排 人工智能电脑女魔王 去把女主角找来 帮我对抗你的 接着女老角就控制女魔王 用陷阱随便切死了 第四集第五集 看起来超强的男主角 大魔王看状况不对 开始想逃 而女主角在打倒不重要的卧底 然后就追上来 开始跟大魔王对打 阿打没几下 大魔王就被女主角用炸弹炸死了 然后不当主角也很强 竟然也没死的 跳出来跟女主角说加油啊 女主角则是受到鼓舞的 拿着从大魔王身上抢到的 靠空气传递的狗死病毒解毒剂 跑到地面上释放 于是狗死病毒就都被杀死 被狗死病毒操控的死人 也都恢复成普通尸体 其他世界远方的上司等解毒剂 救了 最后女老角也觉得自己的建货公司 造了很多孽的让女主角用炸弹 把地下病毒基地 所有东眠的建货公司高层炸死 她自己跟男主角也被炸死 而女主角则是 打算骑车去准备找出残存人类 带领他们活下去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明白什么是肉弱强时 如果建货集团整体比女主角强 那他们已经可以重建新世界了 可惜女主角比建货集团强 他不准建货集团重建新世界 建货集团就得听他的 所以当你整天在抱怨 事情都不能如你所愿时 真的只是因为你太弱而已啊 咳咳